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特别是在财报里头的美超围竟然会计师拒签证 待机大条结果一跌跌了40% 那么转单效应让相关的个股包裹箱既加出现了大涨 那么谈到的变数还包括中东 因为伊朗扬言在美国大选之前它要空袭 所以万海亮灯涨停办 稍后为您做解读 为您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财因系教授段昌文老师 阿关好 大家好 财因专家张真伟 阿关好 大家好 万博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财因专家赖先生献哥 阿关好 大家好 好我们来谈这三大变数 我们先来讲超级财报州 对 这个美国超级财报 在科技股的部分产兮兮 第一个讲微软 云端基础设施的带动 我们看云端的成长之后 他第三季就上一季的财报 微软的话不管是在营收 我们看左边 营收EPS都不错 都优于益起 但是云季本季的营收 财测只有681到691美元 他们的第二季 因为他们的财年跟我们不一样 他的第二季就是我们的第四季 就是本季 也就是说他对未来的展望 是非常保守的 低于市场的预期 所以财报不错 财测保守就跌了吧 因为AI的带动股价的基础变高了 结果微软 微软是第三大的一个 这个市值的股票 盘收盘跌6排 跌6排 再过来我们看Meta 其实Meta的话 财报也是一样 基本上营收EPS都有益起 但是这个每天活跃的用户 这个是稍微的低了益起 32.9亿人 然后资本支出 他市井是说 今年会提高 但2025年的话 持续要投入AI的基础设施 所以AI的这个支出的话 会提高 会提高就要担心 Meta明年的获利就会被稀释掉 简单来说就是AI是烧钱 不断的烧钱 而且越烧越多 这个部分我请段老师帮我们补充一下 因为AI的情景虽然很好 但是AI还在烧钱 这件事还是投资人心中的疑虑 当然我们看到微软这一次 今天跌得最凶 那问题是他财报非常亮眼 比那个Meta还要亮眼 所以我们看一下说 我们从他的申报到CE 那个美国政管会里面的一个财报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资讯 也就是这个 那当然三巨头里面的财报非常亮眼 那但是他的股价非常的落差 那我们看其中有一项 这个是研发费用 当然我们看到研发费用 那我们大概在看科技类股 通常都会看一个数据 也就是资本支出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资本支出不是财务会计里面的一个科目 他是需要利用到 用一些固定资产去计算出来的结果 但是我们明显的看到 也就是微软的这个研发费用 也算是一种资本支出 他的75.44亿 占他的总营收的 他占比的话 是三家公司里面是最低的 大概11%而已 在这里研发费用75.44亿 他占比才11.5% Meta占了大概27% 那么Google占了14% 那我们从微软里面 他的宣布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迹象 看下一页 那下一页的话 我们就看到说 微软他在跟OpenAI 从合伙企业 要转变成权益法投资 那我们来理解一下 我问一下这个阿关 阿关你如果开一家公司的话 你买了一部电脑 你会列为费用 还是列为资产 会列为资产 列为资产 一台电脑 那问题是明年 如果电脑八万块钱 变为两万块钱 那你还列为资产吗 那目前的这个所谓的OpenAI 他的投资项目的话 也就是来自微软的 这些一百三十亿元 里面的话 全部都是用成本法计价 也就是说 我投入一家公司 一百三十亿元 也就是OpenAI的话 那我把它列为什么 我把它列为资产 问题是这些 是不是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 是不是应该列为费用 支出是不是应该列为费用 这个他是支出 见仁见智 但是问题是 我们看一下 他说把从合伙企业 转变为权益法投资 因为你说吃饭 买东西 这个列作费用很正常 对 员工薪数 但是资本支出 有时候它是生财器具 它是会帮我们赚钱的 对 它确实有可能 可以列作资产 对 那传统而言的话 科技类股 通常把资本支出 是列为资产 这个是没有错 是啊 但是问题是 他把它转成权益法 投资的话 是为了要避免说 未来万一这些钱 全部投出去的话 万一完全没有办法回收 怎么办 那我岂不是这个冤大头 那当然这个会计法 里面的话是非常明显 有分两种方法 我们就不谈谈论这两种方法 那也就是说 他从原本的合伙企业 转变成权益法投资的话 那么年底他的费用就会增加 那也就是说 他投资对象的公司 如果亏损的话 那就要算我到底投入的 占他的股权的百分比多少 来去计算他的亏损 所以你看微软说 下一季度或者是年年底的话 我要腾列十五亿的亏损 投资损失 对 那OpenAI的话 他这个 二零二四年 他的营收 预估是三十八亿美金 但是他预估亏损是五十亿 那五十亿 那微软就占了十五亿 那占了十五亿的话 他投资的百分比的话 达到三十percent 那三十percent我们反退的话 投入在OpenAI的钱 现在在烧了总共有四百三十 简单来说就是 他的投资到目前为止 还是让市场担心 会把这笔钱给烧掉 没有办法回收 对 没错 所以现在做AI都有一个困境 就是要花非常多钱 但是能不能得到同等的回报 现在市场是一个问号 那我们刚才谈到 短线上三大因素 影响到最近的盘势 景气 大选和中东 那么景气除了有企业的景气 从财报来看之外 也有整体大环境的景气 所以今天晚上的飞龙也蛮重要的 对 昨天公布的是小辉龙 是大户的成长 不过辉龙的话 专家是认为说 罢工 还有这个飓风 所以人数可能会减 大概是在新增的就业人数 在十万人左右 甚至我都看到有分析师说 还会逆 反而会减掉五万人 不晓得 就今天这个数字的话 会牵涉到下个礼拜联总会 联总会的决策是在 那个总统大选之后 十一月八号将会宣布结果 好 但是市场会有些预期 所以也来问一下段老师 所以市场怎么预期 我觉得市场预期的话 是除了微软这家公司的话 其他有关AI的 我想 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通膨这件事 市场怎么预期 对 那当然AI是促进 目前消费增长 最快速的一个 一个 产品 那当然我们说 这个通膨的数据的话 和就业数据 从就业数据里面 我看下 我最近看到 这个费的最红的一个票位 那 沃勒 他在两周之前 就已经预估说 这个就业数据可能会非常差 那就业数据非常差的话 我想今天就业数据会发布的话 恐怕也会非常惨 那再加上PCI 核心PCI的话 是 是有超估预期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 让FED非常难做人 为什么一个要降息 一个不降息 那FED要怎么做呢 那其实有一个 所以降息的幅度次数会减少 我觉得会减少 恐怕在年底之前 恐怕会只剩下一次而已 但是问题是目前 我们从一个数据来看的话 当然数据现在没有呈现在上面 那美国有一个贷款机构 不像台湾 台湾没有贷款机构 台湾贷款机构就是银行 那美国有一种贷款机构的话 他称为非银行 那美国对于银行的定义 非常的标准 也就是说你吸收存款 你在办贷款的话 这种机构 我们称为银行 如果你不吸收存款 你专门贷 专门办贷款的话 那你这种机构叫做贷款机构 这种贷款机构 专门最近拿了很多美国国债 拿到FED去借钱 做什么用 好像似乎跟台湾差不多 这贷款机构的钱实在是不多 那他不吸收存款 他借给一般民众的钱 如果比较标准化的话 他是用发行票券 发行债券 对 所以如果他现在持有的债券 美债非常多的话 那表示之前贷的钱非常少 那之前贷的钱非常少的话 那现在有人来贷款了 那没有钱了怎么办 那他就套利 拿美债去FED套利 那FED还被强迫怎么样 强迫去印钞票 没办法 因为现在没有钱了 所以美金为什么最近这么夯 也是有这个道理存在 所以他不是一般吸收存款 他是发行票券来吸收钱 对 这个是属于美国合法的一种贷款机构 所以这个我们称为非银行 non bank 好 所以这是在经济数据的部分 我们刚刚谈到三大变数 我们台湾的景气 当然也要谈谈中东 中东的情况呢 又来了 大家以为说 这个以色列跟伊朗 应该就是暂时会告一个段落了 没想到 这个消息又传出来 伊朗有可能在这个十一月五号 就是美国大选之前 再度攻击以色列 这一次的话会从什么 伊拉克 因为伊拉克有亲伊朗的民兵 从这个地方伊拉克 发射灰弹跟无人机 来攻击以色列 所以昨天国际油价一度涨两% 但是影响最大的不是油价 是油价 航运 全球货贵轮的龙头马士基 昨天也公布财报 他半年当中 第四度调升全年的财测 我跟大家讲一下 马士基今年年初 对2024年 他的一个财测 大概10亿美金 就赚10亿美金 你知道经过适度财测之后 现在今年要赚多少 110亿美金 10倍 顾价都不反应 为什么 马士基那个讲法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 基本面是利空 这个是功过于求 运能是功过于求 但是鸿海的危机 不断的持续 所以运价上涨 他讲这种 有多有空 让人家的操作 不晓得是要报 还是说短线的操作 但是马士基讲完以后 我们看一下 昨天他的股价 我们看下面这个股价 涨了8% 涨了8% 最右边这个地方 8% 然后以色列最大的货贵轮 叫做ZIM 乙鑫 假如一打仗的话 硬价要涨 乙鑫昨天是涨9% 那今天你知道 两岸的股市 都不是发动在科技股 都在航运股 台湾是靠货贵三雄 把那个价量拉上去 因为最后台积电 没有没有收红 台积电还还小跌5块 但是万海涨停 长龙洋民 大概都涨3%到5% 然后中原海控 不管是在陆股港股 他现在还在交易 但是都盘中一度涨了7% 所以这个利多带动了 再过来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说大选 对大选 大家认为川普还是会赢 但是也怕那个贺锦丽意外 共和党的大佬 那个以前的明星 这个阿洛斯瓦辛格 做过加州州长 那不简单 竟然倒戈 对 倒戈 他说他要投贺锦丽 并且他严厉的批判川普 川普不是共和党 他严厉的批判 说川普假如当选的话 会帝国家带来的这个动荡混乱 所以大家讲说 有没有贺锦丽 在外马斯克的讲话 这个是在我们台风假期之前 马斯克讲说 川普即便当选 会有暂时性的混乱 为什么 因为他要削减联邦政府的支出量 他自己讲两兆美元 他自己说 他愿意去做那个省钱部长 对 两兆美元 我们知道美国一年的 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联邦政府的预算是四兆美元 那两兆美元应该指的是 川普当选是四年总共 总共 对 那也很多 所以他会说 金融市场会混乱 股市会崩盘 因为削减的预算会动荡 一讲完以后 川普那个股票 就川普媒体的股价 你看这两天跌多少 跌33% 两天跌33% 因为他十月份涨两倍多 那大家担心有变数 马斯克这样讲混乱 短线混乱 我先叫他卖 所以国家吉典了 好 也就是所谓影响 短线上资本市场的三大因素 我们刚刚稍微谈过了 包括景气里头的财报 以及经济数据 包括中东 以及美国大选 这三大因素会影响到短线的资本市场 所以在十月五号下周二之前 我们到底是应该偏多操作 还是先行调节呢 认为应该偏多操作的请给圈 认为先行调节的请给差 请举牌 来 偏多还是调节呢 我们来看 偏多的有三票 举差的有一票 有一票在中间 我先问昌星是举圈吗 我举圈是因为台股回到季线 那今天就是开低走高 给大盘的日K线 对 那整体来说呢 其实我们主要就看什么 看全职股嘛 你说台积电还有侯汉 那你为什么不等到 下周二雄安再决定呢 我觉得其实已经幅度够大了 幅度够大就要卡位 其实台积电都是这样 破了千元之后 你在那边不卡位的话 那短线就有 到时候要追价 对 就要变成要追价 所以短期来说呢 我认为呢 你就找什么 体质好的 那基本上围绕着 这些台积电概念股 或是GP200 我认为现在是切入的机会 好 来 献哥是放中间 对不对 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我担心说 不会一两天就开票 这个结束 不然你如果拖的话 会拖很久 这是第一个 美国的变数 那第二个就台股来讲 很多股票其实都可以买的 就是你跟美国的市场 没有完全连结 还是连结性很小的 可能都可以买的 所以最近比如说像今天的海运 跟美国也不关 跟川普也不关 川普基本就关不到 他的长臂再怎么长也管不到 所以像这个就刚好遇到全世界的动乱 川普这个大魔头又出来乱的话 搞不好更好 所以我是觉得说中间的意思是 有一些像台积电真的就要看一个 当时你们当山可以买 他今天也开地做高 他今天变了那个风格 至少可以买 但是也不要压太多 我今天给他拖一两星期 好 来 蔡总呢 我觉得黑马 蔡总刚刚是给圈 但是我有一个潜艇 我找的黑马是要意外 你来看一下台股 现在汇半这两天 我们这个台风的这两天 他跌7% 所以他今年的YTD缩小到18% 今年最多的时候是42% 那台股的YTD还有26% 所以他远超过予的汇半 超越了8% 所以你说除非汇半冲上去 险后冲上去 否则台股还是压 所以压的话 都会压你原本期待的股票 对不对 这些股票 你看今天 我告诉你 台积电还好 联电世界先进跌得很惨 都跌到 我们来看一下 2303联电 534前 联电啊 跌3% 到时候会不会这个什么 加征这个关税 他有份 但是呢 他所谓的这个AI的成长 他没混 所以你可以看联电的股价 我们看K线 你就感觉 其实这个 这种的走势 我觉得选后 可能要有变化很难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两种意外 选前就已经出现意外了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我们先看上一张 因为苹果的财报是利空 对不对 盘后跌2% 但是你来看一下 大陆的苹概 利信 蓬顶控股 东山机密 今天都没路 然后我们看台湾最敏感的是 3108的大立光 你看大立光 今天最后也没跌 也没跌 所以他有可能是 是不是已经把这个利空消化 现在反而利空不跌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印价 第二个部分 你可以看大陆的航运股 中原海控 这些或者海风国际 今天其实都是很热的 所以我觉得 瓶盖跟货柜轮 就航运这两个部分的话 是比较令人意外的 那既然选举之前 他已经开始动 令人意外 不管这个选举的结果怎么样 可能股价会上去 所以你看货柜山雄 长龙 阳明 万海 万海今天这个涨停 但是我们看长龙的这个股价 为什么说他比万海更有这个指标 因为他已经即将突破前波的高点 对不对 然后只要财报出来 因为第三季EPS 大家估计可能15块以上 假如符合疫情 但是相对2615的万海 今天应该短线的买盘进入 他还没有 他距离高点一大段 但是因为盘整太久 对盘整太久 所以今天短线是切入这一档 但是呢 而且蔡总看好的是长龙 对 其实要看长龙 短线的活力是看这个万海 所以我们再回来六宫格 也就是说 这两种的股票 一个是苹盖 一个是航运 那相对的话 略光投控 创意的联电 刚刚提过了 这种半导体的话 还是被压低 这个不会因为选举结果改变 好 但是段老师是可以插为什么 那我们要知道说 11月5号 不只是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完之后 美超委要公布他自己的财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六月份 被NASDAQ说你要把你的财报要调整一下 那安勇就直接辞职不干 那当然我们说 历史以来我们看一下说 这个是不是11月以后 每股都会比较好 我们从现在来看 比方说今年S&P500 涨到现在为止的话 已经是20.3% 那如果从1945年统计以来 如果从11月1号统计到隔年4月底的话 看一下 那个S&P500上升的几率达到百分之76 那他平均还会再上升6.8% 大家猜猜看会不会涨到26% 那如果是罗素2000的话 在11月1号一直统计到隔年度的4月底结束之后的话 那么他平均在1945年以来的话 这个期间的话会涨到会涨9.3% 所以这个涨势的话不无可能 也就是后续从历史经验来看是还会再涨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份报告的话 大概他就把它列为说 从11月开始是美股最佳的一个窗口期间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 也就是说美国总统选举完比较明朗之后 而且财报 因为这一周是财报周 那震荡非常大 所以又 所以老师认为可以做多 但是等到选后再进场 对一定要等到选后之后 大家忍耐一下 剩4天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忍耐一下 好但是刚刚其实老师谈到了美超委 美超委竟然爆出会计师 不愿意帮他签证 这事情大条了 我们来看 美超委有许多家族成员 安永是他的会计师 他说他拒绝签证 而且单方面自己说我不干了 对 那这很严重 对 那12月24号 这个安永 安永是全世界四大会计师之一 那他正式的发函给美超委说 我没有要跟你合作 那这个部分来讲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炸弹 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 这个安永是在2023年才获聘为 签证会计师事务所 那2023年因为今年的6月30号 他没有出具任何的年报 而且到现在来讲还没有出具 那在今年的7月 他还去告知这个美超委的一个审计委员会 说你们公司的内积内控有问题 我不爱跟你合作 所以这个10月24号 这个正式的说 我不爱跟你合作 那这个事情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说 让美超委跌落神坛 我们知道美超委 他是在去过去的两年 他的股价是涨了2000% 涨了20倍 但是从今年的一个8月开始到现在 已经市值增花了三分之二 最近这两天光是这个利空就跌了41.85% 两天跌41.85% 所以代表说美超委现在可能面临了 那是达克的强制拆牌 不管是直接下市 还是暂停下市 现在已经是11月了 那照理说 就算他会计师现在不帮他签证 他要赶快找新的会计师 也不见得来得及 因为规定在11月中 他就一定要公布财报 对 而且也没有人要接 那现在只是要半个月谁接 对 第一个 谁敢接 对啊 那个账那么多 你怎么可能在半个月里面查账完成 而且签去签证 所谓的一个年报 是年报 不是季报 你年报不可能在半个月撑出来 那如果没有人接 也没有人签证 他11月中缴不出财报会怎样 对 那这个是非常严重 因为会计师拒签就代表说 我对你这一家公司的内机内控 你这一家公司的财务信用 我不给你背书 说得太难听了就是我会说 我怀疑你公司有问题 这个是在台湾 在任何全世界都非常严重 这信用危机 这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对美超委来讲 因为他现在是这个 NVIDIA的一个 一个伺服器的一个伙伴 但是你因为这件事情 万一被下市被摘牌 被发生什么事情来讲 扣到什么 扣到他的对手戴耳 那戴耳一定趁虚而入 趁你病要你命 所以他的整个版图市场 可能就会被惊吞蚕死 当然郭敏奇就太多讲 他说这个是非常严重 第一个他举几个例子 最坏的一个结局就是 第一个就是停牌 第二个就是退市 停牌退市 那除了这个以外 那你要怎么办 那过去有这样的经验吗 你只能整并跟快学 整并跟换学 那他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说 过去2024年 有一家叫做太阳电力 太阳这个太阳5的一个产业的 叫太阳电力 那这叫太阳电力 他是在2024年的时候 他在今年的2月 在美国的一个证券交易所 他直接发函给他的CEO 他什么 传票给他 要起诉他 那4月份的裁员 6月份他就安勇会计师事务所 就辞掉他的审计委员会的委员 就他的审计委员会里面 也是这一家安勇的会计师 在里面当读董 当初也是 当读董 就是拉一个进来当读董 那他就辞掉了 那你读董又是会计的 你一辞掉 妈咋就死了 所以他7月股票暴跌 8月的话 他就在纳斯达克退市了 那另外一个是金融科技公司的 一个停歌 那停歌 其实他在去年的2023年的11月 股价就跌了80% 所以美国证券交易所 就介入了暂停交易 先给你暂停交易 那暂停交易以后 12月的时候 他就被美国的证券交易所指控 你有大规模的诈期 那里面有一个诈期是什么 他有一个4.62亿的美金的存款 存在哪里 存在奈及利亚银行 结果后来去韩正以后 里面只有50块美金 所以星登堡说 只要是一个半睡半醒的 而且势力很差的会计新生人员 随时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怎么做这么低级的一个假 所以这一家就强迫下市了 那我说4.62亿 他陪在那个耐机利亚 美国人家那么多 你陪在耐机利亚 所以会计师不愿意签证 造成这家公司退市 过去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有 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 太阳能电池桑胖尔 比如说金融科技公司 听狗 那么这样的例子 有没有可能在美超委身上复制呢 大家很担心 主要是因为第一个 安勇是大会计师 他不敢签 我想政府一定相信这个安勇不敢签 不敢背书 背后有不能说的原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美超委有些黑历史 他的财务会计账出问题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不是第一次了 他是惯患 因为其实美超委 在过去六年里面就发生几次 第一个 2017年那时候他的年报 也是没有办法如去缴交 那没有办法如去缴交 到2018年的八月的时候 那纽约的政见教育手就说 那你强制在纳扎克下市 就下市 强制下市 下市以后2020年的元月 他再重新上市 那重新上市 2020年已经重新上市 那你过去那个2017年的年报 没有办法签出来 这样的惨痛的教训 你还学不会 因为2020年 又被政见教育手指控 你美化账目 创世账目 而且有多种不当的会计行为 不是只有一种而已 你不是只有做账账而已 你里面都有灌水 什么滴滴滴滴 这样地狗倒在地狗 也一行 没办法 后来他就跟美国政议教育手 自己就协约 然后罚款1750万美金 已经给你罚了 2018年给你罚17 1750块美金 你现在又够对了 2020年又够对了 所以美超委这一次 他有几个他虚贯的营收 第一个 没有完成交易的 他也列入营收 比如说阿冠 我们现在就说一百万美金的交易 结果我们都还没有谈好 我东西也还没有送到你那边 东西还在我这边 我也算营收 我就发票先开下来 以前我们台湾也都这样 我们台湾很多公司 说好了我发票就开下来 开下来第二个月 但是做费就好了 我开三十一 开八月三十一 我要灌八月营收 没有水起来 九月七三 旅兵都退费就好了 发票注销 那你这个 一而再再再再 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人当然就知道 第一半成品 我还没完全 组装完成的半成品 我先放在那里 先放在那里 你这样也算公已经 算营收 这就不应急了 对不对 后来他曾经解雇会计人员 而且又重新 原来的会计人员又聘回来 这在美国非常严重 在台湾也非常严重 因为会计人员 所有的船票都要盖章 他是有法 有这个法律责任 所以会计人员的薪水 都会比一般人员高一两万 这就是风险补贴 你知道吗 那在那里过的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他在 其实他在 还有另外 他2018年的时候 他的伺服器的主机板 被美国的 那个联邦调查局的样 还是国安局 他去指控他 可能有中国的骇客 做木马城市 而且他卖给谁 卖给30家美国的企业 包括苹果 包括这个亚马逊 那亚马逊 譬如说没啦 他就 尊公有马也不敢说了 问题这个事情很大条 你的伺服器 信配里面被置入木马 这是盗窃我的商业机密 再来的话 你公司就是一个家族企业 你用两个弟弟 你用弟媳妇 用弟媳妇的哥哥 全部都是内举 都是二等亲三等亲 你到底是股份有限公司 还是有限公司 如果像我们一般有限公司 无限你们爸爸妈妈 阿嬷都悠悠去 八十回到八回都可以 问题你是股份有限公司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冲下去 有事 信用 你都给你的帝媳妇 有一些1750万 的借美金的借款 这也太狠了 你公司到底是 他就你那时候 我是不知道 我是看 我看的资料是说 他们两个有那种 1750万的美金的借款 照理来讲 这很不容易让人家 另外兴登保委指控他 他的产品竟然大量卖到俄罗斯 违反美国今天 像这条外公 这条事情就大条了 这条你就买不费了 如果真的这条的话 这些就刷开了 好 那么美超委到底后续命运如何 我们不知道了 11月中能不能讲出财报是关键 但整个市场现在酝酿的氛围是 现在开始在抢他单子了不是吗 对 就像戴尔大长一样 今天网络的网友就分成两派 炒成一团 一派说美超委出问题 是不是AI整个挂掉了 所以他才要造假 另外一派说 没有啦 你就是看什么魏哲嘉 还有黄文君说 整个的AI伺服器的需求 还是insame 所以现在市场就两派 跟美超委比较相关的伺服器供应链 今天就跌得很惨 可是抢到单子就像之前讲 准备效应 开低走高 大家来看一下伪创3231 对不对 还有看着一下 你大家来看这K线图 3231来 今天盘中走势 盘中因为今天大跌 开低走高拉上去 盘中走势 对而且创了短线的高 那大家就说 而且盘中瞬间出现起来 瞬间就拉上去 10点左右 对就拉上去 那如果来看2376的技嘉 也AI伺服器做到做会 也是怎么样 开低走高拉上去 盘中走到 逼定涨停 快涨停 所以其实两派的网友 就马上分享了 就说基本上应该是定义成什么 美超为自己的问题 那如果是自己的问题 家族的企业有问题 那今天谁就比较不好 跟他家族有关 大家来看2465的立台 今天就拉不起来 立台是他自己卷投资 对嘛 转投资了嘛 来看一下立台 今天是什么 重挫 而且盘面是一直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 来看K棒 今天拉不起来嘛 根本拉都拉不起来 而且你看K棒是怎么样 在低位阶持续的破底 所以的网友就说 接下来的重点不是AI不好 而是单一公司问题的时候 那相关的 就是单一的美超为风暴 对 那相关的供应链 到底要不要避开呢 其实有几个供应链 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超为的台湾供应链里面 几个包含散热的 或是相关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们仔细来研究一下 美超为到底有哪些供应商 跟他比较直接相关的 优群 华泰 南郡 超重 超重 还有双红 这是散热的 大家熟悉的散热 好 这些是直接相关的 对 然后今天 这些公司就要出来表态了 比如说优群就马上出来讲说 美超为在我的单子 不到2% 所以刚才看到 这个优群的口价就 就拉上去了 所以基本上都要出来喊 那如果说像双红跟齐红 尤其是双红 他讲的不清不楚 我去查 他伺服务现在占50% 但是美超为单子可能有20% 你看今天的双红 所以我认为散热这一块 大家还是要小心 暂时要避开 因为他没有说明说 占比是多少 而且他不是转单 我本来就有单子了 可能这单子就会直接掉了 所以双红跟齐红 今天的盘面上 双红是特别的弱势 所以整体来说 我认为这边的选股 就分为两种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受害的 一个是受惠的 对 那受害的其实本来就很弱 刚才看到包含双红 你看盘面就弱 华泰本来就已经很弱了 那优群当然就是 他自己出来自清了 所以包含双红跟华泰 我认为可能稍微值要避开 如果有的话反弹可能要解码 可是受惠里面 我们看到伪创 我来看你看 他的YOY还有MOM都是很棒的 所以表示说这块伺服器呢 基本上这个单子没有之后 大家进去抢 那鸿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他美国有场嘛 所以搞不好说 这边的单子呢 直接带有跟鸿海 直接来瓜分 那技嘉是所有里面 大家看到 YOY最棒的 而且他盘了很久 所以我认为这边的首选就是说 假设你要稳定成长的 有平概股的就是找鸿海 但是如果爆发性比较强 应该是技嘉 所以我认为这边的首选就是说 假设你要稳定成长的 有平概股的就是找鸿海 但是如果爆发性比较强 应该是技嘉 因为技嘉现在从显卡 已经全部转成什么 要做AI伺服器 AI伺服器这块它有营收 我认为技嘉可以来做关注 好 我刚刚谈到的三大变数 景气 中东以及美国大选 那美国大选跟台湾最息相关 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台积电 万一川普当选台积电该怎么办呢 无独有偶的时候 突然发现 英特尔的财报真的不怎么样 偏偏在选前就大涨了 我们来看英特尔的股价 那么英特尔股价在盘后 飙升了9个百分点 本来是躺平 躺平的个股 想不到在今天盘后出现大涨 反映的应该就是川普 对 其实我只能这样说 其实这个上下震荡 其实还蛮离谱的 而且阿关我们现在看的是盘后 你怎么没有看到它的盘前 它在这个 10月31号 对 你知道吗 其实10月31号 我们在放台风价的时候 其实两份重要的财报 一个就是英特尔 一个就是三星 你知道它开了离离离离 你知道英特尔 文哲伦跟你讲 英特尔这个季辛格 你知道它最近 因为说错话 它最近赶快要跑来 跟台积电道歉 就是因为它没有东西弄 现在Q3的财报 已经是失色 到时候Q4会更惨 目前为止 它对外讲的东风不是这样 但是决定它Q4 到底它的财报 能不能达标 你知道关键在哪里 其实是在台积电 阿关我们看一下 你刚刚看到的 其实是它现在盘后的 那个 盘后的股价是飙涨9% 它是因为Q4 可是你看一下 观众朋友你一定要看 它的Q4 倒出来的数字是什么 你看一下 它的美股的EPS EPS亏损0.46 那我们来看 这是财报 这是财测 这是已经发生的 这是未来的 还未发生 那已经发生的是 美股亏损0.46 反正就很惨了 对 毛利率 我们想象一下 台积毛利率是多少 有几% 对 NVIDIA是7几% 它做18% 白白做晶圆代工 做半导体生意 怎么差这么多 但是它的财测是不错的 它的财测是高 高高 也就是都比预期来得好 为什么它有信心 对未来 有这么好的展望 它第四季最重要 为什么让它盘后可以涨 甚至还一度涨了 9%左右 就是因为 它到时候在18A的制程 到时候它对外讲 它到时候可以创造 EPS有0.12 完全有负展症 而且它可以 预购物的营收 可以143亿 可是阿关你知道吗 它的18A的先进制程 最后最重要要靠谁 要靠台积电 像目前为止 台积电你知道 管你们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我们只能说 Intel在目前为止 是微极存王之秋 因为Q4能够造成 它很好的财报 最重要就在于 台积电要帮助它 因为它18A的先进制程 里面最重要 就要靠台积电 可是阿关你知道吗 目前是市场的传闻 那个Intel 目前为止 吃到水分分 很多部分 其实靠台积电 能够给它打6折 这样子的一个 台积电会打到6折吗 很多人提到说 这个我很怀疑 当然了 这个数字 可能还是要经过台积电 自己对完需证实 但是目前为止 一片金元 两万三千美元 这个部分如果真的打了6折 其实对现在的这个Intel 真的是很大补丸 可是你知道 就是因为季辛格 他以前嘴巴真的很嘴秋 谁都可以惹 就是现在不能惹到台积电 以前大家都还记得 他在2012年 2011年的时候 5月的时候 他当时就会讲 你不会想把一个篮子 全部都放在哪里 放在同一个篮子 为什么 不要投靠台积电 第二件事情 他在那一年的12月份的时候 居然还讲说 台湾是一个不稳定的地方 我已经讲了 那段时间 其实那个谁都很生气 Mark 刘德英 当时还说 他讲的话 季辛格讲的话 不值得回应 最后是谁出来回应 而且季辛格一直骂 美国政府给我们补贴太多 你知道吗 这个已经事情一定要讲 这个季辛格他就是当时在阻挠 这个台积电获得禁院法案 66亿 最重要的阻挠 但是还是不能没有台积电 所以他11月要来台湾 对 所以他现在就是因为 他以前主意秋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或从口出 他现在要来给台积电 先攻后续要来赔罪了 所以目前为止传出 11月份就是这个月 他马上要飞来台湾 你知道 为什么情况那么严重 如果说他现在 完全给他取消 打了又折 阿关你知道 他现在这个英特尔 自己本身 卖一片晶圆 他就已经亏6550美元 他其实现在是全面亏损 如果没有台积电 他更是一塌糊涂 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 这是传言 传台积电要取消 三奈米的六折优惠 是 三奈米大爆单要打到六折吗 我自己本身是很怀疑 我认为这个传言蛮怪的 但是除了英特尔主要 我们来谈谈三星 另外一个最重要 也同一天公布财报 这个三星 三星财报美败 对外公布出来的数字 有9.1兆韩环 然后大家都觉得你的成长相当不错 错了 观众朋友你看他右边 在operating profit这个地方 你看他9.19兆韩元 但是你看他比起前一季 前一季是10.40兆韩环 所以还是衰退的 对其实你是衰退的 而且你在底下你可以看到 在DC的部分 来我们看一下半导体晶片的这个部分 其实你的半导体晶片你看起来数字上不错 它比起前一季 它季减了四成 季减了四成 所以真正的战场叠斗 其实在半导体 其实它营业利益率 是在你现在应该要获得 可是你没有获得的部分 现在你看表面看到的数字 你看不出来 因为它的数字已经比它的同一个竞争者 叫做海力士 海力士为什么一路会领先三星 而且破口不断持续拉到到17% 因为台积电 所以官你知道吗 现在最新传出来的一个消息 连三星现在都要跑来跟台积电低头 因为它目前它的两率其实是过不好的 它为了要追上海力士 SK海力士 它不得不在这个部分上下单 而且大家一定要想着 在这个情况 AI在这个世纪里面 谁最能够靠近AI 其实就是台积电 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说 难怪这个路行之差会强调 现在这个世代 千万不要惹到的就叫做台积电 否则下场会死得很惨 但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刻点 拼命地去靠近台积电 因为目前为止 三星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 这包括英特尔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 我们很多人会提到 英特尔是不是大到不能到 阿冠你可能会觉得这样 错了 我跟你讲 现在危机存亡 不仅传出高通 可能会收购它 你知道现在连美国 本来要拨给它85亿的美元 到现在完全没有下稳 所以我跟你讲 一代巨人 半导体巨人 英特尔 最后恐怕是要哭着 跟台积电低头 好 他没有拿到补贴 我们也还没拿到 大家都还没有拿到 但是我们回来讲台积电 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我想对所有投资人而言 最煎熬的个股 就是这一档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盘中走势 在今天盘中曾经跌破千元 最低曾经来到996 为什么说对投资人而言 这是最大的煎熬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积电是 好的不得了的公司 跌破千元 会不会是千载难逢的好买点呢 很想买 问题是万一川普当选了呢 会不会很惨呢 会不会补贴拿不到呢 会不会对我们刁难呢 会不会提高关税呢 成本会不会大增呢 毛利会不会大减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所以面对台积电这么大的煎熬 我到底要不要再破千元进场买进 我们不要管选前选后 破千元的台积电 因为今天曾经来到996 破千元的台积电 到底要不要大胆买进 请举牌 认同的请给圈 五票圈啊 破千元 那今天996不就可以买了吗 蔡总 我本来就认为川普当选 他真的会破千元 但没想到提前 可能是会办这两天跌得多了 所以他只要破千元就可以买吗 但是今天最后还 是最后当然还是收上1025 但是曾经一度在早盘 不用急了 这个在未来几天 可能千元以下还有机会 所以不管选前选后 只要看到破千元就可以买 强短 好来 憲哥 对 那我们用理性来分析 台积电本来临出的时候 大家预估他今年最多赚40块 现在前三季赚30.8 第三季赚12块5毛4 如果第四季同样赚12块5毛4就好了 因为他营收还要成长10% 就43块 就比去年年初的时候 大家估算多3块出来 那多这个3块台积电一天赚36亿 假设美国那个取消掉 那才600亿嘛 对台积电来讲 18天没赚钱而已 你说取消掉什么 就万一那个补贴啊 补贴没有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 补贴没有的话就当作放台风假 放川普假18天 放了18天 就解决了 那另外 川普说要Q10% 好 那10%比较严重吧 60%Q10% 因为那个时间会递延嘛 一直延长永远的嘛 那没关系啊 10%对台积电现在差多少 现在差多少 就40块变4块 美女本来61块 就减6块 这样而已嘛 这样而已 台积电本一比还是20倍啊 所以我觉得他 就算最坏 最坏 这已经最坏了 最坏 关税又往上调高了 川普起销 都没用得给她 没用她的心 你认为她还是有投资价值 对 过千元台积电还是值得买 对 好 来 昌欣 简单算一个数学啦 就是说只有44块嘛 那44块成25 大概1000亿嘛 所以台积电今年是怎样 只要在所谓的 法说会公布前后 真的这个模式都跑不掉 公布后就是下来 可是下来之后 台积电就说得很好嘛 所以你知道这两天 铃骨很热耶 对 所以大家就要开始买 过去大家都说 铃骨是散户的标的 可是我认为这边的这个铃骨 你要代表的是什么 是市场 台湾的民众对台积电的信心 所以这两天买了 连续都是买五十几亿 我帮大家算 五十几亿啊 好 来 这三天的铃骨交易 当然昨天放了台风价了 这近三个交易月的铃骨交易 光光台积电呢 五十三点三三亿啊 对 然后每次平均大概是十三万比 所以我给他算过 每一个铃骨买进去 大概都是买多少 大概都买三万九千块左右 大家也不多 所以这叫铃骨 所以因为台积电很贵 你买一张要一千多块 所以我认为现在大家的重点就是说 台积电未来有没有空间 我跟大家讲 就算如果算一个数字来说 明年从五十五块降到五十三块的话 乘以二十五倍的本益比 多少多少多少千三 所以现在就其实跌下来跌破一千 它是有它的空间的 所以这几天呢 大家就统计 现在的投资人呢 就两种 开始抢台积电 开始抢台积电的相关的ETF 我们来看一下一张表 这里如果你直接去买台积电 我说老实话 这个台积电 你就算你去买到一张 起一个你也会想要抛 所以反过来很多人就说 那不然我就去什么 去用铃骨买ETF 那又有两种 第一个我请大家去找 你要找折翼价 折翼价相对比较低的 买ETF 那又有两种 第一个我请大家去找 你要找折翼价相对比较低的 一定是找折价 对嘛 折价 比如说00940 0050 0050它就有台积电 这个 第二个就怎么样 月增率 就大家企与买 不要那么多 你看00940 为什么折价 就今年很夯 它大概现在有1600多块1700亿 可是它现在要换股对不对 问题是怎么样 它是折价的 大家又抛售 我觉得这种就有机会 可是回到台积电本身 台积电的机会跟所谓的 我们说的这个危机 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样 短线的危机拉回就是机会 深阳办跟亚翔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都是怎么样 开机走高 所以开机走高就是不但是台积电 有开机走高的这个买盘 它的相关的供应 只要你看 它做金贝供应的 营收有 EPS有 那当然就有上拉 那比较稳定的 我认为有可能铁柱投信换股的部分 就可能是亚翔 因为它是无声事的霸主 而且它上半年就赚了快8.7块 这我都觉得有机会 那ETF方面就两种 包含0050跟台50 它的台积电含量都是55% 不过有一个缺点 太贵 它大概都是100多块 所以反过来 我刚才帮大家算过 如果大家都是拿3万块 3万块去买的时候 你应该找20几块的 你通常00881 20几块 它含机量有30% 今年涨45% 可是它的席 年华配了12% 00922 这也是20几块 它含台积电有33% 它的含席 今年涨36% 席是8% 所以我认为 你不要只单买台积电 台积电相关 因为这些ETF它都有 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等等 如果台积电上的话 我认为这个时候 如果是7千盘的话 大盘回档反而是切误的机会 相信我回到上一 因为有个地方我听不太懂 刚刚你谈到00940 你的意思是可以买还是不能买 可以买 可以买 因为它第一个 可是你刚刚攻击 为什么不列它呢 因为它没有含台积电 它没有含台积电 因为它没有含台积电 台积电 它是高席的 对 如果大家看 但它没有含基 对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些 右下刚才看到什么 00920831 它是有高席再加含基 因为含基 理解了 所以00940 因为之前流行 它是高席 但它没有台积电 对